有病要看医生 电器坏了要找水电师傅 驾车有故障要找整车师傅 灵魂的问题 请问你要找谁呢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因为除了他以外 别无拯救 在天下人间 并没有赐下另外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德高望重的宗教家 尼哥底母 是犹太人的观 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知道是神派来的 他渴望听耶稣讲道 然而目障耶稣 和老先生本人 身份地位悬殊 为了面子 他刻意在夜晚去见耶稣 他诚恳地面对面 和主交谈 可惜 因为放不下传统文化的束缚 他到了布山 却空手移回 和尼哥底母城强烈对比的 是有个五个丈夫淫乱的撒玛利亚妇人 日正当午 耶稣在井边 启示他要饮生命的活水 妇人谦卑受教 当下梦神光照 就立刻欢迎得享救恩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刺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今天神子耶稣 仍然肯请人到他这里来得生命 只要你愿意 相信接受 就可以得到 请开口向他祷告 哦 主耶稣 我肯到你这里来得生命 世上的一切追求 都不能够满足我心处的饥渴 我相信你 接受你生命的活水 成为我生命的完全 使我永不干渴